蘇貞昌 蘇貞昌說 賴清德擔任黨主席是有利有弊 蘇貞昌賴著不走全是弊 賴清德也為了蘇貞昌賴著不走 蘇貞昌造成阻礙 所以賴清德不得不在這個時候 要親自出馬以他清新改革正直的形象 來彌補蘇貞昌不走的那個缺憾 所以蘇貞昌講什麼呢 其實我認為蘇貞昌要想清楚 不要把簡單的事複雜化 現在社會的要求很清楚 就是責任政治 所以你蘇院長應該做的也是很清楚 下台負責 就是這麼簡單 我再一次強調蘇院長 社會的要求很清楚 四個字責任政治 你現在應該做的也是很清楚四個字 下台負責 你還痴痴喳喳什麼呢 你現在走 是工程生退 留民輕史 你不走 是留下惡民四面楚歌 所以造成賴清德 跟民進黨 現在要正衰起地 要改革向前的最大障礙 就是你蘇貞昌 所以我希望蘇院長能看清楚這一點 蘇院長這麼多年來 沒功勞也有苦勞 這是事實 但是 為國家做事 應該是 只問過 不居公 我再一次強調 為國家做事 就是只問過 不居公 問過不居公 就是謙卑 謙卑再謙卑 的最重要的意義跟精神 你如果連這一點都搞不清楚 那你還是我們創黨的元老 天啊 所以 我希望蘇院長應該 聽得下去這個片 這應該在兩個禮拜前 一開完票 他就應該立刻做的事嘛 蘇院長應該 很瀟灑的 回回首 不帶走一片雲場 但是應該 順便帶走那根 撞就撞了